上一次讲到公元的二百五十年九月 太子二人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国军的宝座 正式继位,视为庄商王 就在二人登基,丹池大鳄奏响之前 凡衰就非常之息事務地向二人就请辞上国之职 又获得恩准 只是回荆奔丧,到上国府拜访凡衰 凡衰就心灰意冷地说 唉,我现在是苦乐平洋任犬戏 从今之后,你我的日子就难捱了 但是子鞋就不甘是弱地说 有什么难捱啊 我们既不负益叛乱,也不作奸犯科 新国军和雷不畏之流,来我什么何啊 如果他们逼人太深的话,我们最多就离开秦国 凡衰就说 哎呀,大公子,不要这么大声啊 而且,而且对你这个弟弟,也不可以丢以兴 以前超商王次做,我们就下刀 他们怎么会没察觉呢 说不定啊,他们已经抓住了我们的把柄 时候一到,老长新长一起算 说不定,我们就危灾丹席了 只是就说了 依我看 有时之间,这个新国军都不会让我回咸阳了 我还要在一个穷乡辟酿的平衣那里 哎呀,片岸一遇 算了,耳目充实 咸阳城内,张台宫中有什么变故动静 我都不知道的了 还望老商国,通风报信,提点一二啊 两个人是感叹唏嘘一番 然后就耍泪而别了 和上国府悲凉妻楚的气氛 形成鲜明的对照 超清殿和吕不韦的府邸 就通夜灯火通明,切夜不息 而二人穿着身搓搓的国军服饰 在公俄匹里的侍奉之下 不停地演练着登基时候的新庸布之 而赵基、怡洪一班的妃笨 当然更加喜喜扬扬,一点谁都没有 围绕着二人的新服饰就来到平头品足了 刑政呢 还有其他的王子王孙 就像职羽一般在人群之中追逐穿梭 而来不时还爆发出像山雀一般的嬉笑和吱吱渣渣的声音 囚徒满志的呂不韦 在自己的府邸里也设现歌舞 他一边欣赏着歌舞 一边就用厚石的大手黏着胡桑 歌舞之后 呂不韦就对他的妻妾子女门黑随从 来一个分门别类 按照等级来给予不同的赏赐 黄扶轿、司空马、杨子、赵可信等等 与众不同地就获得了可观的金银世远 当然这帮人就分外高兴了 大家都清楚 秦国的相国就一定是女不韦的了 那些门黑自然就要恭维奉迎 无非是请女相国多多关照 多多提携之类呢 好了 到了第二天 张台宫的大堂之内 是挂红圆彩 吹生激足 穿着着国军服式的庄商王二人呢 就正襟危坐于大堂之上了 文武大臣也都一律伸促促的朝服 分成两排气与牵昂地裂于殿下了 执时的宗教宫 执时的宗教室就站在宇岸旁边 大声地向着众人宣布庄商王的第一道照领了 拜 拜 礼不韦为相国 风文殉后 痴南田 十二个远为食一 执时宦官的话音刚刚讲完 殿下的文武大臣 就一阵涉涉诗语了 礼不韦为相国 辅助国军执掌权柄 这一点呢 就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啊 但是 习官着食一 最高等级 于雷不韦一身 那就是文武大臣 此料不及的 在雷不韦之前 秦国的相国 就有金谋啦 屈概啦 向售啦 危险啦 舍文啦 还有杜仓 范衰 赛责等等 十几位那么多 但是封侯者呢 就只有范衰 和毅染两个人而已 毅染就封为阳侯啊 那除了他在秦国 相助国军专权达数十年之外 更加重要的呢 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他和孙太后 有着直系亲属关系嘛 范衰封为英雷 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又受以文殊后 似以十万户食 大家想想一下 是激情古荡 风起云涌 十年之前 他在寒丹 见到二人 这个乐泊黄孙的时候 就预见到 立一国之军 盈利无计其数 他的眼光的确无错 二人 也是言训行果 答应一旦立自成功 当上国军 就会和吕不韦 共同拥有秦国 现在 庄商王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今后 他就将会置身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就可以发号司令 叱咤风云 日展他的财干和抱负 呂不韦想得无错 庄商王在位三年崩曹之后 十三岁的刑政继位 没有正式挂剑加冕 是七年 合计起来 就总共有十年的时间 在这十年之间 吕不韦是秦国的实际统治者 那就是说 秦国由现在这一刻开始 就成为了吕不韦专权的时代 在庄商王的登基大典上 吕不韦的一举一动一贫一笑 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目标 文武大臣看到 退潮之后 吕不韦那辆华贵的牵车 是最先使出张台工的 只见他穿街过行 就消失在人群当中了 几日之后 他们才听说 吕不韦上任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拜访 持官归理的老上国凡帅 商人的记忆 是伸物而且扎实的 凡帅刁难 和整治吕不韦的往事 就好像教床的列酒一样 继续在发酵 吕不韦是时刻冥记于心的 不过这样 吕不韦也都知道 神棍登基 商国亦人 最急需的 是朝江稳固人心安定 他和凡帅的介体 满朝文武大臣 或明或暗 或多或少 都是知道的 吕不韦就是要用这个不同凡响的举动 来到超视天下 他吕不韦是胸襟气度宽广的 秦国的写迹是稳固和谷的 其实在吕不韦的心目当中 他首先必须做的是两件事 一件是对来 一件是对外 对来的就是稳定人心的 对来的就是稳定人心 增强国力 但是 是否可以塞住国诸侯皇的口 可以塞住国诸侯皇的口 最后 东周皇又称为东周军 是周朝最后的一代军王 早在公元前256年 秦超商皇就灭掉了西州的阔王 挂名的周天子 实际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足地 还留了一个东周军 这个东周军 又称之为周公 虽然就不是天子了 但是毕竟是跟周皇室血脈相成 他的存在就被各国诸侯 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障碍了 日如有时机的话 还要死灰復燃 轻风作浪 有时又被人利用 好像超商皇崩曹那阵时 他挂名为首 搞了个诸侯会猛 要完成一统霸业的诸侯 到傅视眈眈的想剪除这个东周军 但是始终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和借口 雷北伟成为上国之后 向庄商皇进奸 以涉毒亡令和逃谋功秦为罪名 讨伐东周军 庄商皇当然就准奏了 好了 公元前的249年中秋 正是西风烧烧 落叶烧烧 辽阔的仓天之上 一对一对南非的大眼 很好奇地 看着从咸阳通往足地的翼道 既未带过兵 也都未曾打过仗的雷北伟 就统领着十万大军 潜去讨伐东周军 雷北伟的战车行驶在队伍的中间 他配剑执印 一身娶爽 他的前级 劫石在阳光照耀底下闪动着光斩 有如水面上飘忽的月光 他的后面 马蹄车轮踐踏起的 陈埃脊冲九霄 军事的方阵 浩浩荡荡气势如虹 吕北伟 看着自己的军事 兴奋地想 有了这样的皇室 必定可以 无坚不吹 无成不夺 剪灭关东六国 势如破竹 区区一个东周军 又何足挂齿 我们再讲 偏安于竹地一御的东周军 也接到军后的报告 说有秦兵来犯 急急忙忙 爬上城头望下 只见吕北伟统书的秦军 抱天蓋地而来 吓得这个东周军 好像西匡 一样一样震 好像风中一片孤单的树叶一样 他知道 假如是抵抗的话 就无疑于以轮击石 即刻命令人打开城门投降 就是这样 吕北伟就不费吹灰之力 兵不血印 就活足了那个东周军 占据了竹城 占据了竹城之后 吕北伟又继续挥尸南下 势如破竹地攻陷了河南 洛阳 谷城 平阳 衍尸 侯氏等等 东周的全部城池 高宗海哥 吕北伟压戒着那个东周军 班师回朝 在张台公的庆功宴上 有些大臣提出 要用东周军的首级 来祭奠超商王的亡灵 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吕北伟并没有批准 他反而向张商王启咒说 大王陛下 依神下之见 将东周军迁往洋人这个地方 离神的风吟只有几里之遥 谅他都不敢乱说乱动 以便他奉旗祖致 延续周人忠实 吕北伟这直话 讲得走香飘逸的大堂之内 当堂就啞着无声 文武大臣 一个一个都亭霜止住 将白诗不解的目光 就投向了呂不韦 大家的心里面都是这么想 那不就是放腐归山 哇 被他向祖宗的牌位 叩头契手 优灾游灾 那岂不是便宜了这个末代君王 所以大家又一起将目光转向张商王了 其实张商王都是乌晒晒的 虽然他不知道 吕北伟的狐狸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他就相信自己老师的想法一定会高人一筹 有利有据 于是就说 商国 你就向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于是 呂不韦就整官而立 面对着中商王和文武百官 开始滔滔不绝地 说出了他迁移东周军 不灭其祭祭的理由 随着吕北伟 好像柳叶一般的两片嘴唇一开一合 文武百官的表情 也都不时起了变化 由大惑不解 渐渐地变成了茅塞顿开 吕北伟的建议 确是不同凡向高屋建灵 消灭了东周军 又不绝其宗旨 正是儒家 轻灭国 继绝世 举日文的理想具体化 秦国百几年来 以武力对关东各国诸侯杀陆征伐 在诸侯的眼里 留下了苦狼之国 仁义不思灭绝人性 这样的恶命 吕北伟就将东周军迁往洋人 一方面就达到了彻底消灭东周军 铲除统一障碍的目的 同时又为自己树起了崇尚礼仪 施行轻灭绝绝的善举 从而就赢得了普天之下的好感 也都减轻了和东周军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国的仇恨和对抗情绪 为大批的财进研达投奔秦国 以及顺利完成统一创造条件 这一个历史功统就不能不记在吕北伟的名下了 至于说到春风满面 至得意满的吕北伟 在初登上国高位之后 又是怎样处理他和赵姬的男女之情的呢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